哈喽大家好,我是赵地,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人们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一个敏感的区域 在那个区域里,有我们害怕的东西在里面 那也是对于未知事物的畏惧与恐惧 人类学家卡尔为了解开生活在亚马逊土著人神秘的面纱 决定到热带雨林中进行科考 纪录片导演克罗尔也准备前往拍摄 于是一行人乘船进入了这片神秘的雨林 半路上他们遇到了捕蛇人萨罗 萨罗的船搁浅了 他提议和摄制组一同进入雨林 并声称对这里非常的熟悉 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一名野外生存的好手 晚上一行人其乐融融 跳舞的听歌的好像是来旅游一样 走着走着他们发现了一个蛇的土腾 原来这里的土著人把他当作守护神供奉着 第二天晚上一男一女下船亲情我我 被野猪袭击 幸亏萨罗救了他们 轮船的螺旋桨被杂草卡住 卡尔潜水下去查看 不料遭到黄蜂攻击中毒昏迷 势制组不得不放弃这一次的拍摄 决定尽快将卡尔送往医院 但是大家不知道 萨罗跟随他们其实有另外一个目的 捕捉传说中神秘凶残的巨马 他们被萨罗一直带着 走向了错误的方向 就在这时 萨罗和另外两人一起去寻找燃料 蟒蛇偷袭了驾驶员 他不幸遇难 萨罗怪异的行为引起了罗尔的怀疑 此时萨罗露出了真实面目 他逼迫大家给他一起捕蛇 他打死了一只猴子做诱饵 到了晚上还真上钩了一条大蟒蛇 在慌乱之中 巨蟒袭击了船上的人 一个女的掉落水中 另一个男的就跳下水去救他 两人刚爬上船 男的就被巨蟒一口带入水中 罗尔准备开枪射击巨蟒 被萨罗拦下 还说什么要捉活的巨蟒 这都啥时候了 巨蟒比人命还要重要吗 最终眼睁睁的看着巨蟒把男子吃掉了 罗尔觉得萨罗疯了 就和其他人一起商议 干掉萨罗 罗尔来了一招美人计 被萨罗识破 不过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啊 萨罗还是被打晕了 随后就把他捆绑起来 路上他们的船触跤 三人下水准备把绳子绑在树上 好让船脱离开来 一个女的还留在船上 就拿刀想杀死萨罗 没想到萨罗反杀 他太狡猾了 刚绑好绳子 水里的三人就遭到了巨蟒的攻击 一男一女赶快上了船 剩下的一个男的跑到了岸上 巨蟒就追了过去 男子跑到步步边上 被巨蟒一口吞掉 萨罗慢慢用匕首割开了绳子 和一男一女打了起来 巨蟒把一棵树弄断掉了下来 砸在了船上 大家都跳进了水里 罗尔爬上船准备救男子 不料男子被巨蟒缠住 罗尔就开枪打死了巨蟒 萨罗不高兴了 就准备杀死罗尔 最后被卡尔用麻醉药扎晕了 把他推进了水里 罗尔他们继续向前行驶 来到了一座废弃的房屋寻找燃料 不料被萨罗偷袭 这萨罗可真能活呀 萨罗把他们绑起来当诱饵 引蛇出洞 没一会儿巨蟒就闻着味儿来了 萨罗就用大网抓住了巨蟒 巨蟒用力的摇晃掉了出来 又去攻击萨罗 萨罗直接被巨蟒生吞 罗尔就赶紧跑了出来 为了保全性命 罗尔利用厂房里的燃料 点燃了整个厂房 蟒蛇在火海中化为了灰烬 噩梦般的经历 让克罗尔他们精疲力尽 此刻他们要做的 就是带着卡尔马上返回 离开这个危机四伏的丛林 回到安全的地带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是赵地 咱们下期再见